哈嘍大家好我是艾耀 今天是宜拉小教室的第四季 我要來畫我是一隻小小小小鳥 鳥這個其實難度 在我定義上是這十集裡面 其實是偏難的一個齁 那我覺得今天 今天蠻猶豫的一天還蠻適合拿來畫鳥的 所以我就把這隻鳥 拉到前面來了 那再來這禮拜 我應該會找時間把第五集 也錄完 然後就等於說是 第一季的上半場結束 好那開始畫鳥囉 這個我畫個方式做就是先把 最終結果畫出來 然後一樣是分兩個階段 直接做囉 我覺得這樣做有好處啦 就是我的配色其實不用太煩惱 可以直接去吸色就好 那如果當這時候再畫之後 有特別想法到我還是可以去 畫一些不同的顏色進來 這樣子感覺比較有趣一點 有些朋友會寫心問我一些問題喔 嗯 有時候 有時候不是我不回答 有時候是你 有些問題實在是不知道怎麼去回答他喔 就是譬如說什麼 怎麼畫比較快阿 然後可不可以給AI檔阿 阿其實都是照著遊戲規則走 沒有特別要分什麼東西 所以如果你有需要AI原始黨的話 我都把它放在會員頻道的社群裡面 可以看得到 那些基礎 基礎操作指令上 很簡單的我就不再繁複的一直講喔 一直講到後面我覺得好累喔 因為其實都沒什麼變化 就都一樣的東西而已 所以基礎 基礎操作手一點比什麼都還要重要喔 這個版本比較肥喔 那就比較肥吧 然後再就嘴巴囉 嘴巴的話 嗯 我用 舉行工具喔 然後去轉一圈 轉 45度角 畫正方形喔 記得加上SHIP的鍵 然後去轉 然後轉完之後呢 這裡你看一下 如果他壓扁的話 他變成這個壓扁 他沒辦法左右直接壓扁 所以這時候有個最簡單的解決方法 你就隨便畫個東西 然後把兩個復旋起來 他就可以壓扁了 好 如果這個動作做完 你就不知道我在幹嘛的話 沒關係喔 就自己試著做一次 你就知道我在幹嘛了 好 然後這邊我要把上下嘴唇分出來 然後這邊我要把上下嘴唇分出來 然後這裡其實我做了一個小小技巧喔 這邊看到他形象是稍稍不一樣的 但是我希望從拉眼看的話 有一點像他嘴巴有在笑的那種感覺啦 好 那再來就是眼睛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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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把頭複製一份起來 然後跟這個腮紅去做 交集 好啊 直接快畫完了 所以畫這一系列有個好處 就是時間都可以很短 就可以畫完我要畫的 然後又是弧形工具 這一系列裡面弧形工具用的很兇哦 因為這種弧線啊 只要這樣拉一下效果就非常好了 搞定 我覺得這樣畫也好玩啦 就是每次畫都會不一樣哦 所以畫久了 收集久了 這個也都是我未來可以用的素材 有一些四耳安卓就可以拿出來用了 我就不用再反覆畫一樣的東西哦 很煩 趁這個機會我把一些顏色都配出來 這個我們做不會花太多時間 因為現在時間其實真的非常充足哦 反正使用它畫一直是綽綽有壓 還蠻快速的 好了這就是我試一隻小小鳥 就基本款到這裡告個段落 好了這個花的時間稍微久了一點 大概將近7分鐘應該有吧 好啦那小鳥就到這裡了 那就謝謝收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